你的手下有一个叫聪慧的纹路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就看一下事业线的部分 事业线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手掌的 可能中间或偏中间的位置呢 会有一条延伸到感情线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事业线有冲破感情线呢 代表说呢 这个年纪越长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多元化 什么手面向的女生会越沉越香 对 而且呢年纪越大呢越有价值 这个真的是身为一个女性朋友呢 到年纪越长 他越有他自己的生活跟事业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一个呢就是你们的主权项 就是你的人生呢 在你自己手上的 就是看这个地方就是颧骨 我们的颧骨呢一定要有肉 那这个有些人的颧骨呢只有肉骨 可是呢你要有肉去包着 有一点像那种 应该是面包糟了嘛 但没有肉胖啦 就是他有肉这样包着 这样圆圆的 那像有颧骨的女生来讲的话呢 他很理智 例如说你有困难 我都可以帮你 我可以很辛苦的帮你 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欺骗我 你或者是你背叛我 那他也会马上断舍离 他不会让这件事情呢 拖了他很久 所以有些的女生呢 他不懂得断舍离的时候 可能从年轻一个 我们讲一个坑 到了老 这个坑还要背着 但他不会 他觉得这个坑 发现四个坑了之后 他就赶快爬出来 然后远离你 然后就绝对就跟你say goodbye 然后也不会再回头了 但是他重感情 但是他也够理智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的人际关系跟贵人运 他都可以广结善缘 这是颧骨比较有的女生 有这种特质 那秀惠姐应该颧骨 应该印象中还算 有一点点这个地方 哇 秀惠姐的颧骨很漂亮 因为他这个颧骨是圆圆的 有肉 有肉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他不管他哪个年龄层 我觉得他把他自己的人际关系 各方面来讲 他保有个理智 让他到老年了之后 可以运用一些人脉 来可能赚钱啊 各方面的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是一个 掌握自己的人生 操之在籍 理性处事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福气象咯 看福气象呢 要看哪里呢 就是看下巴 下巴呢 要比较圆润饱满 不一定是要 那个体型很风雨 对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他的脸像呢 本身可能就有一种 天然的双下巴 我也有天然双下巴 对啊 你们都有吗 这是福气象 就命理的 换另外一边给人家看 拿下来看一下 看一下 有欸 秀惠姐有 语文也有 有 就是天然的双下巴 还是说只是垂了 没有啦 是命理好啦 我年线的时候就有了 就下巴比较圆 但是这个双下巴呢 真的早期呢 真的要吃了比较多的苦或泼着 会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他到老是怎样呢 就是他会想通了 他一切事情想开了 就好像可能早期比较冲动 或各方面的 但是到年纪越大的时候呢 因为这双下巴呢 觉得人生历练多了 我应该为自己而活了 然后呢他开始呢就是 我们讲有些人生了小孩 就母贫子贵 那如果呢还没有生小孩的 女性朋友呢 到了年纪越长 他会很多的可能晚辈啊 或年纪比他小的人 会去拥戴他 所以他的年龄层呢 会跨族群 例如说可能有些人可能活到了60岁70岁 可是他的粉丝年龄层呢 可能就会很低的 不一定是要同个年纪而已 不一定 所以像这样的是 到年纪越长的时候 是老少嫌疑的 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他是越沉越香 而且呢他到年纪越长 因为见势多了 所以呢他表现出来的是 弱弱大方的个性 然后也会有福祿双收的一个迹象 恭喜咯 好来看一下第三个就是 你的手上呢 有一个叫聪慧的纹路 好那这个的话呢 就看一下事业线的部分 事业线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手掌的 可能中间或偏中间的位置呢 会有一条延伸到感情线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事业线有冲破感情线呢 代表说呢 这个年纪越长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多元化 例如说现在有 秀慧姐我想应该也会有 如果像秀慧姐 像直播也做得很好啊 对啊 对 所以现在就是你看 如果他事业线有比较长一点点的 或是接近感情线 或是冲破感情线的话 代表就是说呢 他的年纪越长 他在事业上的掌握度 会越来越好 而且会有更多元的方向 所以像这样来讲的话呢 他的才能 会到他年纪越长的时候 会整个魅力四射爆发出来 所以像很多人呢 或许他没有自己经营事业 如果你有这样的首相的话 也代表就是说 可能你的工作很稳定 会一直呢 到老都会有一些收入 正财也不错 所以只要你有事业线的人 或许很劳碌命 但是呢 你到老不会担心缺钱 你也不用担心断催 因为我们讲嘛 正财嘛 正财就是我们常讲 我克为财 克就是要努力的去做 虽然辛苦 但是有收入 维持你的生活 所以这也是很棒的 好 第四个呢 就是独立的纹路 好 独立的纹路怎么看呢 好 看一下手指头 如果你的手指头呢 就是你的食指 比无名指还要来得长的 就会有这个迹象 好 那我们一般是这样看 就是摊看你的手掌 这样看 看这边还是看这边 看这样子 因为你看 像手掌跟手掌 我们一看看手心 看手心 看这样看 那手心的话 如果你的食指 有比较长的话 代表说你年纪越长呢 他的个性呢 就会比较独立自主 就是说 到老的时候呢 他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那个孤独感 很多人年纪越大啊 他很怕别人 没有跟他相处 他很害怕一个人 可是如果食指比较长的人呢 他比较可以享受孤独 其实享受孤独的人呢 比较可以自在啦 例如说他一个人在这个空间 他可以喝一杯咖啡 然后是看个电视 他就可以把这一点 一整天打发掉了 可是如果说 你的食指比较短的人呢 其实天生比较怕寂寞 他可能就是需要很热闹 例如说 他可能今天很依赖他的家人 或是很依赖他某个朋友 万一有一天 他的家人跟朋友离开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或许他就很难走出来 所以食指比较长的人呢 他比较可以去找 他生活当中的乐子 一些事情来做 那也代表就是说 他这个人呢 跟自己独处是很开心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啊 不管是怎么样 还是要训练自己呢 有独立 或享受孤独这样的个性 搞一点孤僻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偶尔啦 因为这样的话 耐得住寂寞呢 人生才不会 荒腔走板 对啊 好像一定要找人来狂欢啊 人跟人的连结太多也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偶尔训练一下孤独也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索面相呢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张胜书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可以嫁到好老公 这样看得出来吗 是 当然看得出来啊 所以你看今天有三位幸福人妻 对不对 对 所以各位观众 你听他们讲故事 他们倒是嘴巴在讲爽的 还是他们真的是好人家的 真的 我们来验证一下 怎么样能够去嫁到好老公啊 我们从夫妻宫来看 我还没开 我这样一看 全部命中 什么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天相 天 好 三位都没有 我们先说天相这个相字啊 其实以前就是宰相的相的意思 天相就是什么 上天派来辅佐的人 所以男生天相以前就叫做宰相嘛 可是女生的天相落到夫妻宫的意思就是什么 相夫交子 也就是用来辅佐老公的 所以有天相在夫妻宫的人 特别会挑老公 甚至会看出来说 这个人现在很落魄 但是我知道 对了 所以以前最有名的就是洪佛女 就看到了李靖啊 洪佛夜奔啊 对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天相要有一点那种 豪迈的侠气 我看准这个人 我知道就是他了 所以称为香夫交子啊 但是我刚看了三位啊 你看 哇 这个有趣了 太阳星 斯嘉跟宇柔两个都有 宇柔因为你的夫妻宫是空宫嘛 所以是对宫的太阳跟天亮 所以你看太阳这一颗星啊 其实两位刚刚你每天都把它形容了 所谓的成熟是什么意思啊 EQ好 人际关系知道该怎么应对 是 你看刚刚提到的 全家人那是很难处理的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 男生一旦会这样子啊 那就是了不得啊 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高帅富啦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种很nive 那种天真啊 或者应该就是说 控制不了情绪的 控制狂啦 或者这种背后灵啦 那种高富帅都不能要 为什么他们还没长大 是还没长大 可是太阳就知道 我要找这种成熟稳重 而且得体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 余柔我们就讲了 你看嫁了 对不对 开心得很啊是不是 真的家族旅游 他只要敢去的话 差不多都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 感出现得多 而且终于是他命一定很硬 真的 很多男生在这个时候 就会在那边咿呀呀 或者说呀 为什么要这么那个如何的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如果对他有意思 对男朋友有意思的话 办一个家族旅游 看他敢办得出现 对 没错 所以你看啊 再来一颗天良 哎 西叶跟柔 你看看两位都有这一颗 对 你看他是天良 嗯 是不是 所以天良 其实其他都不要讲 我们就讲一个天良 我们不要看起来好像很独立性的女生 她们很在乎家人的意见 她就不会乱挑 是 她今天再怎么爱 她还是回头 家人有想法 为什么 因为很多女生会有盲点 爱上怪咖的人都是有盲点 她们把爱情放得太大 可是家人一定会给她们一些对的劝告 所以天良很在乎家人的意见